之所以叫盐酸 因为之前都是由电解食盐水里面得到 盐酸它又叫做氯化氢水溶液 这个是血敏 盐酸是属敏 老师稍微讲一下制造的方法 我们把食盐 氯化钠水溶液 溶度非常高是饱和 利用化学方法把它电解 而血效电解国三才会学到 会产生氢气 再加上氯气 而氢气跟氯气 再结合变成氯化氢气体 氯化氢气体再把它加水 就会变成 HClAQ 因为氯化氢气体非常易溶到水中 就变成盐酸 第二小点 纯盐酸无色液体 像这样子 纯盐酸无色液体 但是它很容易产生 这个叫酸污 酸污是由 跑出来的氯化氢气体 在碰到空气的水蒸气 所形成的液态的小水滴 这个水滴就是 盐酸水溶液 但是一般出自的盐酸中 通常含有铁离子 所以带点微黄色 有刺鼻味 味道不好闻 第三点 可以跟活性大的金属 产生氢气 像酶 加盐酸 会产生氯化酶 再加上氢气 平衡 这边要乘以2 第四点 盐酸跟氨相遇的时候 非常容易形成白色的氯化氨 固体 我们写一下 盐酸气体 再加上氨气 很容易产生白色氯化氨 它是一个固体 这个反应非常的快 我们来看一些用途 第一小点 家庭常使用溶度比较小的吸盐酸 来清洗厕所 第二小点 盐酸也可以清洗金属的表面 就是它可以除锈 第三点 可以制造聚氯乙烯 PBC 就是塑胶的原料 我们在有机化学的时候会学到 第四点 我们的胃益中也有盐酸 可以防止食物的腐败 还可以使胃蛋白铁活性增加 最一点 因为四瘦的酸性清洁剂 有些含有盐酸 不可以让它跟漂白水混合 不然会产生有毒的氯气 它的方程式我们写一下 漂白水组成分次氯酸钠 如果碰到盐酸 会产生氯化钠 再加上水 再加上氯气 氯气是黄绿色有毒的气体 平衡的时候这边要写二 这方程式你不要背 在国中不会烤 剪红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